戏品《金平梅》第97回 寻找娘家的庞春梅 书名叫金平梅 所以后半段的主角自然该是春梅 但也许是作者的想法太多 也或者是作者写烦了 心气泄了 所以等到春梅出场 却找不到出彩的地方 像是特地让她扬眉吐气 又像是特地让她来报恩报仇 作者爱她 但有点左之右捉 其实难怪 因为春梅这个角色尴尬 身份尴尬 行为尴尬 心态更尴尬 按这一回收留陈经济 还给她娶妻 娶妻不算 还得找最好的 母亲不像母亲 姐姐不像姐姐 又不是妻 又不是妾 这世界上如果排一个 全世界最伟大的情妇 春梅大概能上榜 比她更伟大的 要到聊斋志义里面去找 但那是些狐狸鬼妹 与人无关了 对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春梅这个人物设计非常奇特 因为按正常逻辑 你找不到她行为的基点 连陈经济都不理解 姐姐 你好没志气 想着这贼淫妇那咱 把咱姐们生生地拆散开了 又把六姐命丧了 永世千年 门里门外不相逢才好 反替她去说人情 而如果说 红楼梦一搞理 蒋悦涵和习人 赡养宝玉夫妇 还算有始有终 那庞春梅的所作所为 则是真正的以德抱怨 她哪里是个被逐出的丫鬟 分明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出嫁的女儿 闲吃萝卜蛋操心 庞春梅操的 那是姑奶奶的心 她这是被PUA了吗 不是的 因为春梅的心里 有一个填不满的洞 这个洞的名字叫龟属 春梅是典型的小姐身子 丫鬟命 不知来路 不知去向 她这辈子最大的恩人 是潘金莲 潘金莲用了一切力量 在宠爱她 保护她 潘金莲是她的主人 也是她的姐妹 是她的母亲 也是她的导师 慢慢地 原先的命笔纸薄 滋养出了她的心笔天高 但是 当她获得了成功的时候 她反而茫然了 她聪明灵力 却缺乏基本见识 她自尊自强 却不知道如何积极进去 潘金莲能教她的 她会了 潘金莲教不了她的 她也学了 但在往下该如何 她不知道了 总之 一个女人该怎么活 她搞明白了 一个人该怎么活 她却是不知道的 她找不到方向 也找不到依托 所以 她能做的 就是模仿和复刻 在她看来 只要这些熟人还在 她的自我就还在 她照顾吴月娘 收留陈金记 她努力保持一个 虚幻的家的感受 这是她的娘家 这是她心灵的归属 比起英伯爵死后 22岁还没出嫁的女儿 春梅应该很自豪吧 我甚至能隐约看见 作者浮现在春梅脸上的一抹冷笑了 戏品金平梅第98回 听说爱情回来过 陈静记这人 够渣 够无能 不过运气实在不算差 穷困窘迫到冷铺里 给花子贴烧饼了 遇到了父亲的顾娇 姓安居室 做到是嫖妓惹出是非 被拉到守备府挨了板子 又被春梅认出 春梅顾及孙雪娥 没让她即刻进府 她流落街头 险些被羊大郎打死 又被土座头猴灵儿救下 大约真相夜头驼下面时说的 一生多得因人宠爱 少年色嫩 是亏也是福 眼下她成了守备府的陈舅爷 春梅这当家主母受宠 又别无亲戚 周守贝对小舅子毫不吝啬 军门带的禁忌名字 身为参谋之职 月给米二时 官带容身 从民到官 陈敬忌完成了身份的转变 娇妻在侧 官带容身 可谓人生巅峰 此外 周守贝还吩咐打点本钱 给他做生意 有钱有事 做生意的门路自然不难寻 富在深山有远亲 发达了的陈敬忌 也不缺新棚就有 这不 转眼街头偶遇了路尔哥 陆炳毅 带来了老仇人 杨光燕的消息 杨光燕那斯拐了拟货物 如今搭了个信谢的做伙计 在林青码头上 开了一座大酒店 又放债与四方 乘熟科子 昌门人史 好不惑大礼稀 他每日穿好衣 吃好肉 骑着一匹驴儿 三五日下去走一遭 算账收钱 把旧朋友都不理 他兄弟在家开赌场 斗鸡养狗 人不敢惹他杨光燕这个人 在八十八回出现过 是铁支甲杨二郎 他给陈静记补充了一些 潘金莲被杀的细节 和银儿的下落 九十二回出现时 他还是铁支甲 不过已被称呼为杨大郎 大概是因为 他那个恶霸弟弟杨二丰 也呼为二郎 陈静记的银子 成了杨大郎的第一桶金 眼下他威风凛凛 好不快活 陆炳毅这等旧日朋友 自然又急又恨 眼见陈静记如今又好了 少不得出谋划策 煽风点火 且守备之事 陈静记一指诉状 提刑和勇兽 张茂德立刻往河下 把杨光燕 杨二丰兄弟拿到衙门中 一顿夹打 监禁数日 当初将陈静记下得精命水命 走投无命地泼皮 两兄弟尽数吐出财产 灵清酒楼转顺易主 全市就是这么简单 可惜容易冰箫 陆炳毅做了主管 谢胖子在柜上掌柜 静记三五日起头口 半当小姜儿跟随 往河下算账一遭 少不得酒席伺候 粉头相陪 人生赢家 有钱有闲 静记难免私动 秦海竟泛起连衣来 陈静记迎来了生命中最后一段情缘 也是金平梅最后一段爱情 二三月佳节 春光明媚 景物芬芳 她遇到了寒爱姐 从前西门家的姑爷 如今是炙手可热的周家旧爷 从前那个乌云蝶病 粉带银塞 意态优花秀丽 肌肤嫩郁生香的十五岁少女 也成了茶汁抹粉 生得白金标志的年小妇人 相见的套路有点熟悉 这静记见小妇人会说话儿 只顾上上下下把眼看她 那妇人一双心眼斜盼静记 两情四目 不能定情 词画本是两情四目 不能定神 想当初西门庆潘金莲初见 何尝不是那怒气 早已钻入爪哇国去了 变作笑吟吟脸 西门庆与李平儿 今日对面见了 见她生得甚是白净 无短身材 瓜子面 细弯弯两道梅儿 不觉魂飞天外 忙向前深深作依 妇人还了万福 诚如景患仙子所言 乌山之会 云语之欢 皆由季月齐色 复恋齐情所致也 潘金莲和西门庆 西门庆和李平儿 陈静记与潘金莲 还有红尘中的男男女女 大都不是月色洞心吗 他们没有真情吗 有的 李平儿临终前的惦念 西门庆的悲伤欲绝 陈静记心急火燎 自东京赶往清河 难道仅仅是欲望吗 那些甜蜜忧伤的漫长等待 那些失而复得后的巨大欢乐 谁能说不曾有过真情 到头来 又如何 可曾抵得过孤独岁月 新鲜温暖的肉体 可曾抵得过漫漫长夜 点滴累积的恨意 金平美里的爱情 从来不是人性救赎的彼岸 它是平庸生活的一部分 伴随着我们的软弱和恐惧 伴随着我们的欲望和孤独 既互相温暖又互相伤害 没那么失意 却也真实动人 陈静记和韩爱姐的情感之路 不过这些情路的拙劣在线 对了眼 动了心 整席之欢满足了肉欲 互诉忠常则走向了精神连接 陈静记恐怕人谈论 店内吃过午后又在街上闲逛 遇到了昔日宴公庙师兄金宗明 他担心的是谁的耳目是非呢 他娘子 春梅亦祸守被斧的其他人 总之 他一去七八日 被妻子留住 韩爱姐苦等不至 恰如今连昔日以门叛情郎 又如李平儿苦后西门府消息 韩爱姐能等 韩爱姐的父母却等不得 一家三口的吃穿花用 都着落在王六儿母女皮肉生意上呢 这不 梁九陈三儿替他勾了一个 胡州范思眠客人何观人来 何观人也是雇人 当年西门庆正是由英伯爵牵线 买了他的丝线 开个融线铺子 雇了伙计韩道国 引出了韩家人的故事 而今 王六儿勾搭上了何观人 两人打得火热 韩爱姐不肯接客 念着陈静记 到底是在京城迪迁家待过 韩爱姐的情书又甜又辣 君在家 自有娇妻美爱 又岂肯斗念于切 有土去之果何也 剪贴 香囊并青丝一缕 纵是套路 也是甘甜 陈静记的回简 倒是文采平平 不过等着回音的韩爱姐母女 只忙着千欢万喜了 哪里还知道别的 那一年 爱姐和陈静记都是26 青春正好 岁月方涨 那一年的春天 她们情书网还 听到了爱情到来的脚步声 戏品金平梅第99回 终将要面对的死亡 这次 书已写至99回 故事将要结束 书中的主人公们 也都将要有个自己的归宿了 本回中 杀鸡处处 圆命飞溅 看得惊心动魄 用惨烈来形容这次的死亡故事 毫不为过 陈静记一直不乏女人喜欢 前有小潘春梅 这回子 王六儿的女儿 韩爱姐又毫无理由 且热烈无比地爱上了陈静记 几乎让我这个读者疑惑 陈静记与她的岳父西门庆相比 智商能力均被碾压 为何女人缘也能如此茂盛 这个男人 细看其人生轨迹 除了女人缘 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探讨的地方 简单归纳一下她的人生 一生遇贵人无数 每次都拯救她于水火中 却一次次不争气 来回折腾败光钱财 赌博嫖记无所不沾 把不作不死这四个字演绎到了极致 这次遇见春梅后 陈静记简直到达了人生巅峰 甚至给人一种错觉 这次简直太有福气了 守备服小舅子的身份 可以保她一生荣华富贵 如此悠闲快乐的日子 几人可以拥有 但作者怎么可能这样安排呢 他要让我们领略不一样的人生结局 陈静记这个人 注定是没有格局的一生 如果说西门庆之死 还能让读者读出几分悲壮和难舍 那么陈静记的死 简直就是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笑话之前穷棍潦倒时 一次次苟且偷生 这次胜券在握 觉得完全可以主宰他人命运时 偏偏晚死了自己 也许他完全可以不死的 但他却偏偏遇上了他的克星手背俯张胜的小舅子刘二 这刘二在酒馆与王六儿一番口角之后 俩人的吵嘴很有几分势均力敌 那王六儿道 你是那里来的光棍岛子 老娘就没了亲戚儿 许你便来欺负老娘 要老娘这命做甚吗 一头撞倒哭起来 刘二骂道 我把淫妇肠子也踢断了 你还不知老叶是谁厉 这刘二如此跋扈且仗是欺人收保护费 是因为有手背斧的张胜 而王六儿敢如此顶嘴争吵是为什么 当然也是因为自己店里有陈静记这个贵人 人家还是手背斧的小舅子呢 还要怕你不成 所以读金瓶梅 总能读出字里行间的人情世故 能让人会心一笑又心生寒意 自古以来 事态莫不如此 这个王六儿向陈静记哭诉一番 那里走来一个杀财岛子 混迷幻坐地虎留二 在撒家店住 说是咱弗里管是章鱼后小舅子 因寻酒店 无事把我踢打 骂了嫩一顿去了 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 这沉浸记一听 满脑子浮现的都是当年他嫖记 被挨打得丢人事 于是心中甚脑 竟然想 等我慢慢寻张胜纳斯几件破绽 一发将我姐姐对老爷说了 断送了他性命 说具体外话 如果是他的岳父西门庆 段段是不会这样处理事情的 我觉得只会拉拢过来 为己所用 处理得神鬼不知 这才是有财富 有地位的人办事的格局 但沉浸记如何能有这样的头脑 他一心想的就是告密 和结果人性命 结果 又在告密时被张胜偷听到 而残酷的杀戮就此开始 张胜一不做二不休 此时教他算计我 不如我先算计了他爸 走到前边班房内 取了把解腕钢刀 在石上磨了两磨 提着刀子进奔到书房内 纳静记光赤条身子 没处躲 只搂着背 赤他拉过一边 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来 扎着软肋 鲜血就秒出来 这张胜见他挣扎 傅又一刀去 嚷着胸膛上 动弹不得了 一面踩着头发 把头割下来 可怜静记青春不上三九 死于非命 陈静记就这样难堪的无助的 赤裸裸的死在了刀下 总觉得金平梅的作者心里太强大了 写死亡丝毫没有心理障碍 几乎不忍足毒 和陈静记一起的春梅 在这一回有幸躲过了死亡 似乎作者对春梅的死 还是有着主角光环的 要留待最后揭晓 而张胜和刘二这些小人物的死 则是如死个蚂蚁一般 蚊子干脆而撩落 统治之前的周首辈大怒 坐在厅上 提出张胜 也不问长短 喝令君劳 五棍一换 打一百棍 灯石打死 随马上拆棋牌快手 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刘二 索解前来 孙雪娥剑拿了刘二 恐怕拿他 走到房中 自意生死 棋牌拿刘二到府中 统治也吩咐打一百棍 当日打死 独来如何 一个灯石打死 一个当日打死 完全没有当事人的情态描写 如割掉一把野草 捏死一只小虫儿 而最让人心痛的 则还是夹杂其间的 那个小女子孙雪娥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是金平梅里 第三个上吊自杀的女子 第一个是宋慧莲 有几分刚烈 第二个是西门大姐 有几分无辜 而孙雪娥的死 轻轻揉杂在 两个被打死的男人之间 多么轻轻淡淡的一行字 恐怕拿她 走到房中 自意生死 这个一生都无力把握 自己命运的弱女子 算是用死 换回了自己最后的一丝 小小尊严 我觉得她最后的想法是 至少 能自己做主死去了 我一直觉得 金平梅里 对小人物死的刻画 是很有几分形式意义的 这些普通人死亡的残酷 悄然 冷峻及不动声色 让人落泪 让人心酸 让人想起命运的不可抗争 死亡 也在一定程度上 掩盖了欲望和纷争的滔天喧嚣 让一切暂时归于平静 这场世间大戏 即将最后拉上帷幕 请继续拭目以待 戏品金平梅终结篇 成归尘 土归土 润土的下辈子还吃土 作为中国有史以来 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 金平梅无意中为后记者 设立了不少范式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结构上 比如由算命者来预告人物命运 比如 由神仙来做人物的最后归结 从写作角度说 这个做法可以人为构建一个逻辑链条 免得主线偏移 对读者而言 则是有预期 有安全感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确定价值观 凸显政治正确 总之 一命二运三风水 人在努力 抗不过天意 输到一百回 大结局 活着的自有穷通富贵 该死的却已经都死绝了 书要结本 人要收烧 神仙也该出场了 金平梅里的神仙是个高僧 教普静 放在佛教 静就是禅定 放在道教 静是静心 换到儒家 则大学里有一段名言 知指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金平梅大概成熟于明代万历年间 三教基本归流 所以 静大致可以理解为定心 但普京说的一点都不悬 根本不谈定心 而是结怨和解冤 你等众生 冤冤相报 不肯解脱 何日是了 辱当地听无言 随方脱话去罢 没有大道理 没有以礼服人 甚至连报应都不谈 就一句话 别闹了 几辈子的仇怨 生生死死 就这么轻飘飘一句 能有啥用呢 能解得开谁的怨 评得了谁的冤 道理 不谈就不谈吧 处理上 总要安慰一下读者脆弱的心吧 可惜 完全没有 潘金莲往东京城内 离家为女脱生去也 没有惩罚 正常投胎 李平儿往东京城内 原指挥家脱生为女 由平明儿官家小姐 这是升级 春梅 往东京与孔家为女 由建为梁 也是升级 西门庆 今往东京城内 脱生父户审通 为次子审阅去也 特意表达为次子 算是平替 略有博程 李平儿和春梅 作恶不多 提拔一下也就罢了 怎么西门庆和潘金莲 下辈子还能混得这么好呢 再看一个最倒霉的 孙雪娥 竟往东京城外 贫民姚家为女去也 城里不能呆 要去乡下 还特意著名是贫民 不搞土改 她下辈子还是很惨 当然 按佛教 自杀是重罪 但罪再重 杀的也是自己 西门庆潘金莲 手里都是若干条人命 堪称罪孽深重 两相对照 褒贬自贱 何以如此厚此薄彼 原因很简单 因为金平梅这部书 根本不相信因果报应 从作者角度说 他甚至是蔑视 善有善报 这类政治正确的 所以 不用去管 孝哥是不是西门庆 投胎这种惊天bug 也不用去看作者 最后那段 假惺惺的感慨 这些都是随口说的 别说认真 他连敷衍的诚意都没有 他根本不关心 如果把德 宇才放到成功 这个天平上来衡量 德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整部书 我们看见官场 商场 看见花街柳巷 和家中的宅斗 无论男女 无论何种身份地位 能够活下来 能够出人头地 靠的是最低的道德感 和最高的攻击性 金平梅所描绘的世界 是一个人类的绞肉机 鲁迅平 金平梅 说作者之于事情 盖成吉洞达 唯有了达事情 才会不抱幻想 才会冷峻 才会抽离一切主观情感 回归理性 敢于面对这真正的残酷 金平梅是黑色的 没有光明 连神仙都没办法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 10点钟 蜡猜满 不吝点赞 继续 不吝点赞 继续